大家好,我是陳詠欣 今天有很多好消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我們都很喜歡收看機場特徑的收視報節 除此之外,法庭也傳來很多好消息 一個終於有新招對付一班暴徒 私隱權不再是罪惡的保護罩 而林子健的上訴案也是最新的進展 他除了被判上訴失敗,也要即時收監 在收監前,他也大放笑了 就我昨天出了一段影片 講有關港台的英文節目The Pulse 雙經局也傳來好消息 今天就跟大家一一分享 在開始之前,大家記得要訂閱我 陳詠欣、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短片 喜歡我的短片,喜歡我跟大家分享的幾個好消息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感受 亦都希望你可以把這段短片分享給身邊更多的朋友 讓他們都知道黃梅和反對派不想他們知道的真相 先說到法院傳來的好消息 第一個好消息 一定是法院判香港警察上訴得席 警方檢取被捕者的手機和電腦的時候 就不需要再用到法庭的手令才可以進行調查 究竟整件事發生什麼事呢? 這件案件其實就是源於在2014年7.1的遊行 民陣的成員,大家都知道民陣是什麼機構 他的成員被捕 被警方拿出了他的手機去進行調查 當時他質疑警方企圖拿他的手機去侵犯他的私隱 去看其他的資料 所以他跟法庭提出了一個司法覆核 原審的法官去到高等法院作出一個裁決 在2017年的時候 裁定警方只能夠在緊急的情況下 才可以不用法庭的手令 去將一些被捕的人士的手機拿來調查 來檢查他的內容 那證據呢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可以很容易被刪除了 那其實這個情況也都令到警方 很難可以去進行一個搜證 那原審法官呢 他其實依賴的一個迫切的原則 就是他引用了很多美國和加拿大的案件 但是其實這個迫切的原則 是英國並沒有採用過的 我們香港大家都知道 法律上其實是比較和英國是接近的 而且在普通法的原則之下 其實警方在拘捕了一些有可疑的人士之後 他有進行調查的權力 調查的權力當中當然包括搜集證據 以及去調查他身上的個人物品 而且我們看到現在科技發展 是很容易可以利用到手機 去作為一個反罪的工具 就像我之前和Y2K大樹木頭拍的短片 講及有關一個二萬一千人的 Telegram反罪群組 其實現在這個時勢 大家都用這些科技 用一些智能手機 以及一些社交媒體去犯案的時候 警方作為執法者 他是一定要有這樣的權力 去進行一個合理的調查 但是高等法院之前的判案 就令到警方在這一方面 是有相當大的困難 警方就就高等法院的裁決 就提出了上訴 因為其實很難知道 什麼為一個迫切的情況 除此之外 其實警方也建議 有一個合理的懷疑 就可以去檢查一些 跟罪案有關的手機的內容 終於在今天 上訴庭就推翻 2017年在高等法院的盤決 他就裁定警方上訴得席 他們檢查一些被捕人士的手機和內容的時候 就不需要有法庭的手令 才可以進行調查 他只要有一個合理懷疑 他就可以把他的手機拿來做一個調查 也可以看回他的手機 其實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因為一些犯罪人士 不能再以私隱為藉口 去避開刑事調查 雖然這是一個遲來的正義 我們在說14年發生的事 然後17年高等法院的判決 去到今時今日 過去大半年 警方都因為這個判決 有所製走 所以這次的一個上訴得席 是可以證明 都是一個遲來的正義 都給了我們一個正面的訊息 遲到總好過無到 也都希望令一些反法的人知道 他們要為他們所做的行為負責任 就不要再聽其他人去煽動 那些政棍、黃梅、煽動大家 因為遮人出口、犯人出手 說到犯人出手 就一定要講一下釘書健事件 他正正在監獄體驗中 究竟坐牢和流浪底 會不會令人生更精彩 就算我在3月初拍片講述 這個釘書健案的最新進展 其實案件在3月完成了審訊 今天法官也在高等法院宣判判辭 他駁回了林子健的上訴 也取消他的保釋 要他即時收監 說回林子健 他在3年前和清被人迷魂了 然後腦走了 而且迷魂他和腦走他的人 更加在他雙腳上釘了21口的釘書釘 所以從此得到一個花名叫釘書健 裁判官在去年裁定林子健 一項明知地向警務人員 虛報有人犯罪的罪行 就判罪成 法官當時更加形容他是自編自導自演 林子健最後被判5個月的監禁 但是5個月也好 雖然不是一個十分長的刑期 但是他也不服這個判決 提出上訴 上個月和大家拍片說的時候 他也大叫自己是無辜的 今天其實林子健去到高等法院 他也有跟傳媒說 他認為這件案件是荒謬絕倫 是沒有真憑實據 這個荒謬絕倫和真憑實據 就是正正是他正確的詞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指引自己 幻想出來的東西 他說希望可以出得回來了 最終他就出不回來了 但是也真的要評論一下他所說 說這件案件是荒謬絕倫和沒有真憑實據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樣 覺得最荒謬絕倫和最沒有真憑實據的 就是他的21口釘 而荒謬絕倫和沒有真憑實據 我相信也是普羅市民 對於釘書件案的心聲 經常都說他是自編自導自演 我覺得這一齣戲 真的是一齣難片來的 真的不要說那個演員 就是這個編劇 首先就不太行 再來那些道具也不太行 那21口釘 還有最好笑就是那群反對派的演員 配角 都不連戲 之前他們很高調的 就出來開記者會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 就變得很低調了 之前他們就好像跟林子健很熟 那群反對派的演員 現在呢 你好像覺得他們一點都不熟 之前呢 這群配角 反對派的演員 陪男主角出出入入 又幫男主角揭起她的褲子 數一數有幾顆釘 那現在呢 連人影都不見了 那之前呢 就說到好像懸疑片一樣 那後來現在我們 經過判決發現 其實這一齣真的是一齣笑片 那釘書健呢 還有更加多的笑料 就給大家的 那他呢 就在 入法庭之前 他就說閉路電視中 那個蒙面的男人呢 有一個內八字的寶姿 那他就說呢 這個男人相當之有可疑 他說呢 這個男人呢 就是大陸找人喬裝他的 那他就說 有人問為什麼會找到一個這麼像的 那他就說 當然找個像我的 難道找個不像的嗎 這樣說 那 那又要問問了 那難道那15名出庭作證的證人 又是內地找回來的嗎 那在完審期間 衛生署都有派法醫去作供 然後他的法醫呢 就推斷 而他的專業判斷呢 就認為林子健呢 當日他在肚皮上一些 好像藤條打成的傷痕 還有他大腿的21號釘書釘呢 都是由林子健自己一個造成的 那難道那個法醫又是內地找回來的 是不是 還有一個呢 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如果呢 內地好像他說到這樣 又找人喬裝他 又這麼大廢周章做這麼多事情 那我就想問了 為什麼會是他 他是誰呢 在未有釘書建案之前 其實我都不認識他 是不是 都不知道哪一個是林子健的 那如果真的要喬裝 為什麼不喬裝那幫泛泊派的議員 喬裝他們不好 但是我們見不見到他們有事呢 那為什麼要針對林子健呢 這個我想大家 有路有邏輯有智慧的 都會想得到的了 那其實這大半年呢 我們已經夠多假消息 假新聞 現在還要有人呢 自己天馬行空幻想自己是男主角 這個真的不可以 那麼 那釘書建呢 他也轉述了 他說呢 大耀廷就給了一些legal advice 那跟他說呢 在跟他商量這宗案件的時候 大耀廷就說呢 贏輸 就要視乎法官 有沒有智慧和勇氣 那我覺得呢 這句話都可圈可點的 釘書建呢 是不是想說 就是大耀廷覺得如果 如果判了他勝訴 上訴得值的 那法官才是一個 有智慧和勇氣的表現呢 而現在了 法官他判了 釘書建擺訴了 那他是不是想說 現在法官是 沒有智慧沒有勇氣呢 那我也想大耀廷就 他作為律師 作為一個法律的教授 可以出來交代一下 究竟那個常文下理是怎樣呢 而代表林子健的大律師呢 亦都很好笑 他就說表明呢 會再申請上訴的 那其實律師當然想再上訴 大家都明白為什麼 是不是 不上訴的哪有官司打 那林子健呢 亦都是 他自己計劃在 機留期間呢 就進行40天的感食討告的 那希望呢 神可以引導一下他 去找到這個司法公義 那我都希望呢 他信的神呢 可以指點一下去迷津 令他呢 有回一個正常人的思維 不要再出現一些幻想 幻聽 以及幻覺了 昨天呢 我就拍了一條片 有關香港電台 它是《丟架丟出國際》 那有個英文的電視節目呢 叫做《The Pulse》 那他之前呢 就有個女記者 就訪問世衛的助理總幹事 Bruce Arlewood 那他就問了一些 宣揚台獨 以及不尊重一個 中國原則的問題 也都問了一些呢 不是一個世衛職員 可以回答到的問題 而是一個成員國 才可以決定的問題 港台的女記者呢 就醜出國際 也都呢 令到呢 世衛的助理總幹事 不得不剪他的線 還要呢 向他重申呢 他是非常讚揚中國的 那大家可以看回我上一條片 就了解一下 大家呢 精選出來 去分析的情況 那有關這個 港台裔的英文字幕的 那終於 今天呢 香港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 他肯出聲了 那可能因為受到我們的輿論壓力 他今天呢 就發出了新聞稿 就說呢 其實 港台這個做法呢 他都認為呢 是有為一個中國的原則的 還有呢 也都有為呢 我們經常都 講和和大家分析的 香港電台的約章 因為當中都有 是要求 港台去宣揚 這個一國兩制的精神的 那麼 港台作為一個公營機構 他也都有一些 定名了的目的和使命 是要求港台去遵守的 那麼 那邱騰華就說呢 其實 大家都知道 世界衛生組織的成員呢 必須要是 以一個主權國家為單位的 那就是 不是主權國家的地區 其實是沒有資格去參加的 這個其實根本都不需要問的 而港台呢 作為一個政府的部門 一個公營的機構呢 他不可能 沒有這些正確的認識的 這是一個認知的問題 正如我在上一條片跟大家說 更加 大家要歡迎的就是 邱騰華她說到 廣播處處長 作為港台的總編輯 她是必須要對這件事去負責的 那就是她都責成了廣播處處長 梁家榮 那麼 這麼說 就是在3月28日播出的節目 這個就是Pulse 那麼 到現在呢 雙經局呢 自出來回應 其實都是慢的了 但是 都是那句 遲好過沒有 也是一件好事來的 那麼我們現在呢 接下來就要拭目以待了 究竟她 她的下屬 廣播處處長會怎樣去處理呢 我們儘管 看一看 也都會密切和大家去監察 那麼 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三個好消息 那麼我們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呢 聽到好消息 都會有好心情 記得呢 要讚好我這條影片 還有呢 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再去分享給身邊更多的朋友 讓他們都知道呢 這些黃媒和反對派不想你知的真相 記得呢 要訂閱我陳詠欣 Jovie Chen的YouTube頻道 還有呢 按旁邊的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的了 很多的觀眾都告訴我呢 她被YouTube自動退訂的 所以大家呢 記得要訂閱回 還有呢 訂閱和做選民登記的一樣 訂閱一次 還有呢 登記一次就可以了 大家記得呢 登記做選民的截止日期是5月2號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 看完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要讚好 留言 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陳詠欣 Jovie Chen的YouTube頻道 按下C First 和旁邊的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的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watelame 請問你 小小蕉 請請請你 按下Щ的頻道